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在此前价值事务所MAX的文章中所长有讲 咱们做投资最主要还是应回归企业的底层逻辑 看清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如果企业的底层逻辑足够顺畅 那很多中短期的鬼故事其实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近期的所长会客厅中不少同学都在问CXO 在此所长就这个问题同大家详细探讨一下 首先我们不妨想想看 我们谈CXO看好中国CXO它的核心逻辑到底什么 我们都知道CXO的本质是卖水人 是帮创新药企做新药研发生产的 此前摩根士丹利对全球108个医药企业的负责人 进行访谈调研的主要是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 中国也有但只有三四家 最后总结出七条企业挑选CDMO时最看重的能力 重要性由高到低分别如下 1.能不能做一体化服务 2.临床前开发能力CDMO中的D 3.技术能力 4.产率 5.规模 6.质量 7.价格 从上述七条不难看出端到端一体化服务能力是最关键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项能力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么关键 这就要讲到创新药行业的底层逻辑了 创新药既然名字中都有创新两个字 其实就充分说明了行业特点 即以创新驱动去中心化 毕竟公司大到一定程度 创新的效率便一定会下降 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组数据 2018年 小型的创新生物药公司 占全球药物研发管线项目的80% 而同期大型制药公司仅占15% 2021年 小型的创新生物药公司 创造35%的新药 占据了76%的新药上市份额 虽然笑到最后的都是有钱 有资源 有营销渠道的跨国大药企 但全球真正的创新引领者 其实一直都是小的 BioTech 大药企们在创新药上 现在其实都更依赖BD并购 而非自研 而小BioTech 既然小 就说明要啥啥没有 它们最需要的 就是端到端一体化 CXO 只需要有idea 有钱 有专利 剩下的交给CXO即可 它可不想 今天找了这家企业 做一个细分环节 明天再找另一家企业 做下一个细分环节 在创新药的研发过程中 时间就是金钱 而且是很多很多钱 毕竟专利是有时间限制的 这是全球创新药行业 最底层的规律 它不受任何外力所干扰 而端到端的一体化CXO 基本只有中国CXO能做 方达控股 在一次投资者交流中讲到 在北美 做合成这一块的企业 实际上并不多 美国CRO公司 以临床前开发 DNPK 包括生物学 再到安平独立的发展为 起点会比较多 因为这一块 并不是那么人力密集型 为什么端到端一体化 CXO是中国的发明 因为只有 中国才有这么多 高素质工程师人才 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 生物医药人才 稀缺且昂贵 所以 我们看国际上的头部 CXO 龙沙 三星生物 Catland 都只是CDMO 搞生产 没有R 而查尔斯河 赖伯科 Icon等 又都只有前端R的一部分 当下的TOP市中 只有药明系是完的 CROGMO 药明系能后来居上的核心奥秘 就在于 从源头锁定了一大堆分子 然后陪伴着这一大堆小客户 慢慢长大 把源头锁定的分子慢慢往后做 带小客户成长为大客户 药明系自己也就长大了 以药明系新推上市的 药明和联为例 药明和联的市占率 之所以能在三年时间内 从1.8%飙到9.8% 核心就在于 从源头狙击分子 一点点往后漏 目前单纯就分子数量看 它是妥妥的全球老大 只是源头分子的收入较少 越往后期做收入才会越高 但无妨 毕竟这些分子都跑不了 好了 看到这里 其实我们应当清楚 中国CXO之所以能崛起 底层核心逻辑 在于工程师红利 在于能做端道端 一体化CXO 这是它内在的能力 不论发布怎样的法案 都无法影响到 这个最底层的能力 是的 当下药明系绝大多数的营收 都来自美国 如果法案真的通过 虽然通过概率极低 短期内自然是不好的 对国内CXO自然会有一定影响 但真的就会让这些CXO毫无逻辑可言了吗 案自然是否定的 是的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 有着数量最多的创新药企 但别忘了 医药行业水大余大 是个上十万亿的永续性增长行业 药明康德一年营收也就400亿而已 这个行业的蛋糕 他才吃了多少 即便没有美国 也还有其他国家 只是开发难度可能会更大 此前的文章所长也讲过 咱们国内的创新药市场正在飞速发展 近几年对外授权的数量和金额 一年一个新高 甚至还出现了一大堆首付款 超过5000万美金 约合人民币3.5亿的高价值对外授权 首付款可是你毛也没有 啥也不用干海外企业 直接打到你账上的钱 能让人家跨国大药企上来就给这么多钱 只能说明相应产品价值高 以前几年都出不了一个 现在一个月就可以有好几个 以前一个对外授权 可以上各大媒体头条 各大券商都可以为此写一篇分析报告 现在各个机构看都懒得看了 因为大家早已习以为常 2023全年 中国制药企业 共达成156项药品对外授权 包括国内转国内 国内转国外 不论数量还是金额 都创了历史新高 而且里面不少授权的金额 都大的让人吃惊 那么未来是不是也会有一天 不靠海外市场 只靠咱们国内 就足以撑起我们的CXO 毕竟中国的市场之大 是绝大部分地区或国家难以企及的 这就好比当年因限制公款招待 很多人觉得茅台逻辑坏了 但没多久商务宴请和民间消费 就起来填上了公款招待的坑 茅台就又YYDS了 况且企业也是会采取应对措施的 并非趴在那里不动随意任人宰割 就好比英伟达 被限制很多芯片不能出口给咱 于是他就干脆为咱们国内定制的一些芯片 同我们做生意 那么即便以后法案通过了 美国的药企不能直接和我们做生意 难道不能间接做吗 普洛药业在近期的投资者交流中讲到 DY方面公司也在积极采用应对措施 一方面加强客户关系和产业链合作紧密度 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快国际化布局 并且从制造端考虑 可能会选择稳妥的参股海外企业 实现从中国制造供应全球 到全球制造供应全球的模式转变 解决客户的担忧 在DY更为复杂的环境下 为企业发展做好相应的准备 只要你的核心竞争力在 只要跟你合作能让它更快更好的出药 只要你能随时高效响应客户的需求 那客户就一定会和你合作 道理很简单 要启示天然面对全球竞争的 你不用效率最高的方式 别人用了 那久而久之你就会落后 所以别太担心 别太着急 所长总说要对大企业有点信心 因为他们有资金 有技术 有实力等等 其实比我们看到的要强大得多 毕竟耐长这么大 本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他们面对困境的办法 也绝对会比我们普通人想到的多 更别提这个法案还没有这么坏 最新的参议院版本中添加了组付条款 法案生效后 与美国政府相关的合同才会受到限制 不涉及美国政府资助的项目和工作 便不会受现行版本法案的影响 而创新要研发更多 其实还是企业自己的资金 所以即便这个法案生效 对CXO的影响也没这么大 对CXO的影响也没这么大